有很多不開心的時刻 但可能人逢起時精神所 又或者是最近比較純 都會想起以前辛苦時 但又會覺得 如果這是一個使我成長的必經的路程 那又不合理 都過去了 然後我覺得我很笨 我現在想起 其實那時我都已經有Working Visa 其實我看醫生 去公立醫院是不用太貴 好像一百元還是 要排 是要排 但未到會看不到醫生 然後我就覺得 都蠢了 而且覺得如果要幾百元看醫生 那時是一個星期只有四百元的 Advanced Pay Advanced Pay就是你先跟公司拿錢 那你是要還的 那我又剛在馬來西亞過來 又沒有錢 我就限制自己一個星期 只可以用四百元 我又不想欠公司的錢 你四百元一個月 有四個星期 你就會欠公司一千二百元 再加上租金 我不想欠太多錢 就會節省著每一分每一毫 可能對於很多人來說 是很難想像的 其實除了我那時的狀況 現在也有很多基層的家庭 是需要這樣 這麼困難地過一家人的生活 現在想起 那些辛苦也還好 因為那時我的約是1100年 最少要留半年 那時的想法就是半年 因為我只帶了五千港幣過來 應該是港幣 五千元 我也不太記得港幣還是馬幣 總之不多 總之你沒有辦法在這裡玩 沒有辦法去吃你很想吃的東西 或者你只可以用一些最窮 但有最有趣的方法去看香港 那時很喜歡搭丁丁 一元 多划算 你那半年之後 如何會立定決心繼續去香港 因為Cast中了末日派對 那時錢又花了 那些工作也不是真的很多 那時紙媒還是很多 又有幾家報紙 報紙有副刊 副刊你就可以拍些時裝飾 或者雜誌有很多周刊 那時就不斷拍這些 但是你不斷拍這些 你只能交租 你每個月做完之後 可能就是你賺五千五 五千二就去 還給公司 你只剩三百元 錢又不是很賺到 但又有一堆想 這個報紙我打算拿回馬來西亞 是告訴馬來西亞 我去過香港轉一個圈 看看有沒有機會 那時的想法是這樣的 又辛苦 又賺不到錢 是否要走 那時Cast中了第一部電影 所以我經常覺得是香港選了我的 我會想到很多 開心的時候 我會想到很多 看到很多明星 黃紫華 我的照片超開心 你可以放在旁邊 把照片抱上 不知道 我就是覺得這個人很特別 我又不在事外 但是合作的姿勢 有沒有不同的感覺 有 是 啊 幸好 是沒有 沒有 沒有變差的 是 更加喜歡了 是 很冒險的 你可能會因為接近而失去一個偶像 又沒有 又還要喜歡多了 都覺得很幸運 很感謝她是一個這麼好的她 梅艾芳 如果一定要選一個 梅艾芳 因為太多 我還記得我怎樣演 梅艾芳真的挺難忘 她是一個姐姐 同時又是一個 外面人家看起來比較像妹妹 因為她比較慢熱 又比較胖 我都覺得有點像我 是慢熱 又怕醜 怕比較 怕生泡 我都會在電影中 拿自己的這一面 其實我也是一個溫柔的人 所以我的外表不溫柔 但是 我 我盡量想在這部電影中 展現到這個角色 她和妹妹的相處之餘 又有一個溫柔和堅毅的一面 我喜歡的東西 我就會不斷地看著 例如我喜歡演戲 所有關於演戲的東西 我都很願意去演 我很討厭做運動 但如果有電影要我演的 又或者現在我的身體狀況 是需要做運動去維持的 這件事我又很願意 去做一些我不喜歡做的東西 只要關於我有興趣的事 我就會去做 就是這些 理財啊 賺錢啊 申請Visa 怎樣啊 交水 我就很頭暈 以前就是 演戲是為了原夢 實現自己的夢想 做自己很想做的事 現在就覺得自己的能力 是可以嘗試做多一點 做多一點的意思 是我希望我的作品 是可以帶給人一些東西 譬如說一些鼓勵 又或者是改變一些小小的東西 就是為其他人的人生 帶來一些正面的改變 就是好像梅姐一樣 他人走了 但是他留下的作品 是永遠都在的 是會背叛著我們 開心或者不開心 就是會影響到人 尤其是他的精神 是的 我會很希望自己的作品 也有這樣的影響力 這個是我的目標